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总有新的旅人怀揣着形形色色的热忱踏入沙漠 也从来不乏可怜的旅人遭遇了形形色色的险境困于沙漠 瓶子国的宝藏 海中的宝藏自然是我们海盗的囊中之物 不必说 沙海也是海 妈妈 对不起 我不甘乱用魔法的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沙漠会给人希望 却会在人们刚好触手可及的瞬间吞噬掉它 但沙漠中的那个魔瓶 会为那些在沙漠里渐渐干涸的希望 带来源源不绝的清泉 可怜的旅人 为何要进入沙漠呢 无论如何都想要找到瓶子国吗 好吧 我会帮你 因为他是这样的人 才能够随时随地起舞吗 顽强又坚硬 但也很剔透 像冰块一样 可怜 快 到这个灯前 来了来了 哎呀 哥哥 是搭档 荣誉骑士 哥哥 又是骑士 小派王是骑士身边的精灵 那现在就有本管理人间吉祥物 来发布冒险任务吧 走喽 车子飞得好快 我呼呼的就吹过去了 那就交他呼呼飞车吧 这些还已经神志不清了吧 表情完全僵硬了 里面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大账号 会我有登上舞台的经历吗 一旦灯光照射过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你身上 对我来说还是有点 今天妈妈有事要忙没法带你出去玩 不过妈妈有个朋友好欢迎你 邀请你到她家去做客 小魔女的魔法 哪里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瓶子国的位置 她的模样也仅存于人们的口耳相传 甚至她存在与否都是一个难以证明的命题 我也并不打算向你证明什么 我的故事要信几分全都随你 我认识一位瓶子国里的魔女 那位小魔女曾借助魔法离开过瓶子国 这般平平无奇的魔法练习日 小魔女已经经历过太多次 所以她这天也只是一如既往地遵从大魔女的教会 同时一如既往地在练习时偷偷摸鱼而已 大魔女给的魔法书自己早已滚瓜烂熟 但她发现今天的魔法书里竟是些陌生的咒语 想到大魔女今早起床的时间比平时要晚上好几刻钟 出门时连帽子的颜色都差点弄错 聪明的小魔女立刻明白了教材出错的缘由 哦 传送魔法 咦 我想要去遍故事书里的每一个王国 嘿嘿 妈妈出门前说过 今晚有工作 晚饭要我自己热一热 那我可以和嘟嘟可出去多玩一会儿 还能赶在妈妈之前偷偷回到家 小魔女天性乐观勇敢 并不害怕独自出门 反而认为遇到她时该惧怕的应该是坏人吧 于是在做了几秒的心理建设后 她便吟唱起了这心学的魔法 显然 幸运之神也眷顾着她 她甚至不知道目的地是哪儿 就已经离开了瓶子国 离开了家 哦 好厉害的魔法 小魔女像是带着用不完的摩拉 来到了她最喜欢的那家甜品店 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菜单上的所有甜品 都尝试个遍 嗯 占卜凭魔法 当清澈的泉水滴落在瓶身 即可遇见未来的景象 这里不就有 单纯的小魔女只会认为 这些都是预言中安排好的奇迹 想来后续悄悄溜回去 不被大魔女发现的计划 也会这般顺利 那我要开始占卜了 显现吧 告诉我这次冒险会遇到什么 她学到了大魔女的吟唱口吻 却没学到大魔女的仔细 否则也不会发现不了 就在这一页上写着的警示 不可占卜自己的命运 出现了一个优雅的大姐姐 在预言显示的时间段 会有与新朋友相遇的缘分 占卜还在继续 可是我都没念 哇 有缘认识更多的朋友 就能经历更多更多的冒险 故事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好有趣的旅途 我想把这次的冒险记录下来 换成故事书 嘟嘟可觉得怎么样 这个又是 新的预言吗 嗯 一位看起来很靠谱的大哥哥 啊 我明白了 我会先与这位好心的大哥哥相遇 然后 他一定会带我去找刚才看到的新朋友们 开启更精彩的大冒险 好棒 诶 詹步屏还在变化 魔王伊可莉来了 跑跑 可别告诉别人 我们正就出发冒险吧 哇 大哥哥还给我们买了新衣服吗 可是 我是偷偷溜出来的 如果穿着新衣服回去 一定会被妈妈怀疑 有了 就说这是我捡到的 不行不行 这不是说明我透露出来了吗 就说是我练习新魔法的时候变出来的 占卜好像结束了 要去哪里找那位好心的大哥哥呢 就让传送魔法来帮忙呗 传送 怎么没反应啊 我 我再试一次 传送 怎么会啊 传送 传送 传 传送 突如其来的失败让小魔女慌不择路 她最终独自走进了一望无垠的沙漠 魔瓶的传说 当然也曾有旅人找到并进入了瓶子国 后来虽然多数旅人就此隐匿 却也不乏回归故土的旅人 只是归来之人口中的瓶子国每一个都大相径庭 要我说的话 现在应该改口流行甚进了吧 啊 离开的太久 名字都有些陌生了 那么 欢迎回来 这里的改变还习惯吗 看到这些欢心理劝就明白了 你的心意与愿望还是没变 为了大家能够没有负担的享受游乐项目 我在流行甚进的各个地方都留下了欢心理劝 本以为藏在宝箱里就已经不少了 没想到你又弄了很多密盒 真贪婪啊 好啦 你就是找不到才这么说的吧 这是 带着这些金石你就能轻松收集欢心理劝了 走吧 我带你逛逛 这里新增了很多游乐项目哦 嗯 麻烦了 怎么了 呼呼飞车好像出故障了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用拘留印灯再做一个就行了吧 这里的东西不都是这么来的吗 嗯 把东西放进拘留印灯里 就可以根据物品的形状和想象塑造出相应的事物 话是这么说 不过 出了点问题 现在它只能展现一些平面空间的事物 我姑且叫它仙城图 然后呢 要制作的话 还需要一个人帮我进入仙城图中完成一些调度 好 我来吧 太好了 我会在外面帮你移动一些物体 里面的环境也会随之产生变化 你只需要走到目的地就好了 这样就行了 嗯 那么 准备好了吗 呼呼飞车 出发 我们到了 还记得这个水泡吗 提示 飞泵突流 恶行窝流聚引原理 恶式外甲海战用重型箭炮式 娱乐水球发射炮 不对不对 是恶行窝流 啊 既然对了 兼顾了原理和外形的准确命名 是吧 没错 那么你还记得游玩方法吗 我做了很多优化哦 没记错的话 是消耗后备弹药来发射水泡 是安全的余乐用水元素弹药哦 弹药耗尽时 还会耗费一定时间来自动进行装填 不过现在 也可以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手动装填 在规定时间内 用水泡命中尽可能多的标靶球 来获得得分的游戏 标靶球的种类也更丰富了 普普通通球 小小优势球 四处捣乱球 超线火力球 连锁 超线火力 对 击破超线火力球 就会进入超线火力状态 其间内会获得 无限后备弹药 命中标靶球时的伤害范围变大 等等效果 一定会带来更爽快的游玩体验 我是这么觉得的 那个又是什么球 哦 那个呀 是猴猴小狐球哦 哦 不对 那个不是球 等我一下 奇怪 都调试这么多次了 还是有问题吗 怎么又开始乱飞了 某个角度上 你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呢 我来看看吧 它还是用于猴猴小狐寻天际 对 就是那个操纵猴猴小狐 在限定时间内抵达终点 并尽可能收集更多冒险币的游玩项目 哦 找到问题了 它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啊 为了增加挑战难度 除了会扰乱视线的脏脏陷骨 我还增加了会发射干扰波的干扰金球 干扰波的威力没把控好吗 应该是 在我的理论里 干扰波不会对猴猴小狐造成什么伤害 只是会触发一个传感器 让挑战的剩余时间减少 从而降低得风而已 看来得再调试一下了 修复好了 谢谢你 作为报答 我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这 又是什么项目 跟我来 这是 半舞准备就位 还有灯光 欢迎剑舞的主角 登上幽丝闪念玄步舞的舞台 我记得你可会跳舞了 来吧 释放华美的身姿 以至为优雅的技法主宰一切 至少给我讲解一下规则 根据不同舞台的特性 来调整上阵的阵容 过程中 击败敌人可以积累锐意 当锐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会获得瑞士焦点的效果 对对 就是这个灯光 加油啊 移动速度好像变快了 嗯 这只是其中一种助力效果 很刺激吧 真是精彩的表演 我用力鼓掌 碰碰碰 下次要找我试完项目直接说 别再给我这种惊喜了 哦 真的吗 我保试这是最后一个项目了 请你放松身心听我说一件事 团阙最可爱 你还记得啊 稍微等我一下 我布置一下桌面 好了 欢迎一玩 哐哐当当 雀雀球 任何人玩过这款桌上游戏 一定都会像我们这样大声告诉别人 团雀最可爱 据说 有些团雀起飞时 会用自己的重量将树枝压低 向下滑行一小段距离 然后借着反弹的力量加速 啊 这个可爱的小细节 正是雀雀球设计的灵感之一 哦 规则有什么变化吗 嗯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你需要依次投出若干梅雀雀球 尽可能让所有雀雀球停留在高分区 达到标准分就可以完成挑战了 还是红框内四分 黄框内两分 蓝框内一分 没错 把握时机 按住投球按钮来锁定投球方向 并进入蓄力过程 松开后就可以把雀雀球 以对应的方向和力度投出去了 听起来简单 玩起来可一点也不简单哦 那让我猜猜 优化的内容 指的是雀雀球 没错没错 我增加了雀雀球的种类 你看这个 贴贴雀雀球 还有这个 华丽雀球 意料之内 不觉得这样发展下去 整个瓶子国都会变得更和平吗 所以我们要好好推行这个游戏 变得和平 不 不是这个 好像是有新朋友来了 我们去看看 中场休息 没想到啊 这次的前瞻直播居然是用这种心事 对啊对啊 还要配音音吓我一跳 我一开始也没搞明白 不过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等一下等一下 stuff又说要插播一些介绍 这要怎么弄啊 孙爷老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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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 好好好 你们都录了很多了 你们休息 我来 原神keep联动的助跑 冲刺冒险开始 公益线上跑步活动即将开启 是班尼特 好阳光 活动开启后 旅行者们可以在keep app上参加跑步活动 并完成里程目标 除此之外 根据选择活动组别的不同 还有机会获得两种班尼特特别联名定制奖牌 那如果我本来就会去锻炼的话 岂不是感觉很赚啊 一石二鸟了耶 靠意志完成一段精彩的冒险旅程 在灰汉的终点获得宝藏 也就是拿到定制奖牌 我感觉花铃已经完全进入班尼特哥哥的角色咯 期待联动的开启 除了锻炼身体的效果之外呢 跑步也是一种低碳绿色的出行方式咯 好硬的专场 对对对对 就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嘛 所以老师说的没有错 我太感动了太给面子了 好 那么7月3日 元神将联合支付宝及晨光文具旗下品牌 齐植好玩 开启森林奇旅 玉梦助林工艺系列联动活动 旅行者们上支付宝搜索元神 参与绿色出行活动 完成低碳任务 助力碳减排及碳中和 将有机会获得元神主题碳中和系列周边奖励哦 没错没错 而且齐植好玩还推出全新元神系列联动文创周边 第一期周边将于7月后陆续上架齐植好玩小程序商城 感兴趣的旅行者们记得关注哦 关注哦 嗯 关注哦 接下来是3.8版本期间 旅行者们期待的元神音乐第三章回顾专辑《珍珠之歌3》也即将上线 专辑共有三章分叠 收录了HoYo Mix音乐团队 为元神3.0版本至3.8版本创作的剧情动画版本活动等元神音乐 哇 是音乐专辑 我好喜欢这些版本的音乐 期待了好久了 是不是会有《花神弹记》还有《蓝纳罗大合唱》的BGM 你一提这些场景我脑子里面都已经有弦力了 是的 没错 还有《风花节》《佳酿节》 以及此次3.8版本流行《慎境活动》的音乐等等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专辑预告吧 《百道船长的宝藏》 这里是好奇怪的地方 你们两位是 这话我们也想问你呢 先生 没事 这位先生是我邀请来的 欢迎来到瓶子国 哦 这里就是瓶子国 正是 哈哈哈 我也不想为难你们把宝藏交出来 我可以当作没见过你们 放你们离开 哼 你确定没说反吗 啊 我已经猜到会是这样 这位先生 真的不愿意驻足片刻享受这里的欢乐吗 哼 我们在狂风暴雨中航行 可不是为了什么驻足片刻的欢乐 既然你声称邀请我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 海盗船长 那就好 省得我浪费口舌了 这样吧 我答应你 我会交出宝藏 诶 等等 爽快 但我有一些条件 请你为我的游乐园提供三个游玩项目的创意 我愿意用这个整个瓶子国作为交换 如何 你最好设有自己的打算 我驰骋多年 这点见识岂不是轻而易举 成交 第一个游玩项目叫做传心同事 我曾协助过一位收集实验数据的学者 他会使用名为鸣随流径的道具寻找并回收小动物 玩法就是通过鸣随流径链接的装置就能看到小动物视角内的事物 利用获得的画面信息找到小动物们所在的位置 并前往回收小动物即可 学者 小动物视角 嗯 研究课题莫非是 借助小动物的身手进入一些人们难以出入的地方 完成特定任务 哦 你很聪明哦 人们可能会对我这样的人存有戒心 但往往会对小动物网开一面 不错的思路 我认可了 第二个游玩项目叫做险途勘探 我曾帮助过一位黎月的冒险家 进行虚迷山形水文的勘探 哼 看不出来你是这么热心的一个人啊 每天都会去到一个新的勘探险境 经历三轮战斗 当然 你可以带上你的朋友 咳咳咳 我是说你的小弟来帮助你 考虑到人的精力有限 一个勘探险境的三轮战斗里 如果三个队伍的编排中不重复人员数量达到特定值 就可以激活增益效果 每轮战斗都会叠加生效 不同的险境需要面临不同的困难 这也是考验作为船长的你 对小弟们的领导与安排能力 我认同你的理念 请继续 哼 没想到这么简单 那么第三个游玩项目 叫做冒险家试炼进阶篇 我曾见识过蒙德冒险家协会分会长 为了锻炼新人冒险家而设置的诸多关卡 不得不说他也是一位不输于我的领导者 有些关卡连我都会略敢棘手 定序试炼中 你需要连续通过三个次序固定的试炼挑战 而偶发试炼的三个挑战 则会在你进行挑战时随机产生 你会需要在飞行过程当中 边躲避弹幕攻击 边收集冒险币 你会需要踢史莱姆来投入球门 你会需要利用快速移动能力 避开各种各样的问题等等等等 内容丰富且极具挑战性 等等 你不介绍完整吗 我怎么保证你们不会食言呢 剩余内容我会编写成册同时交货 怎么样 不得不说 你的机智之处也很令我欣赏 我同意 等等 你不会真的就是单纯的想要创意方案 就用整个瓶子国来交易吧 真是爽快 看你对这游乐项目这么上心 我再赠送一份礼物吧 你们知道七圣召唤吗 嗯 劣质一二 正好省去了介绍的时间 礼物就是第四个游玩项目创意 七圣召唤的助境炎炼 无量激战 不同的关卡会包含具有不同加成效果的特殊规则 同时分布着不同的怪物 击败怪物即可获得积分 原来如此 运用对牌组的理解 在限定回合内击倒源源不断的敌人 挑战获得更高积分的玩法吗 严禁于此 那么有缘再见了 两位小姐 这个女孩把自己的水分给了我 然后海盗船长发现自己回到了沙漠 种种迹象都表示身旁这位小魔女救了自己 当海盗船长陷入沉思 风中竟飘来了一份地图 上面标注了她所处的位置 以及不远处的一片绿洲的位置 于是她带着小魔女向清澈的水源走去 最后海盗船长拯救了小魔女 小魔女也因为海盗船长的到来 恢复了魔法力量 小魔女就如预言中的那般 跟着海盗船长 经历了一个美妙的冒险 怎么样 喜欢这个故事吗 图方便 我直接借用了几位我们共同朋友的形象 你没有觉得出戏吧 小可丽每次都还没听到结尾就睡着了 你可是第一个听完她的人哦 当妈妈的都知道 孩子听完一个故事还没睡着的话 就是想听新的故事了 对吧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一个可爱的故事 希望她能出现在你今晚的美梦里 在正义的国度 有一位正义的小美露仙 即便是在美露仙一族里 她也算得上是最客进职守的那一类了 这样的她 今天也在为这个国度的正义奔波着 别看美露仙身形小小 她怀揣的正义感可一点也不弱 带着自己的信念 她甚至不畏惧于独自巡视辉河 一旦出现可疑的人 比如未知的外乡人之类的 她就会锁定那个人的一举一动 不过在出现进一步的可疑行为之前 正义的小美露仙是不会擅自行动 冤枉无辜的人的 一般不会 但如果正义的外乡人 不小心被她误会了 那就把她告上审判庭吧 好可爱的故事 我喜欢 我也喜欢 等一下等一下 先别急着走啊 刚才呢我们都在演出对吧 stuff让我们羡慕的时候和大家打个招呼来着 好呀好呀 大家好呀 我是可丽的配音演员花玲 在故事里饰演的是小魔女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优拉的配音演员子英 在故事里饰演的是骑士 大家好我是新海的配音演员贵娘 同时在故事里饰演引路人 大家好我是凯亚的配音演员孙燕 在故事里饰演的是海盗船长这个角色 stuff问我们啊还有没有什么想对玩家说的 或者呢是对新版本的期待还有祝福什么的 还有这个 完全没有准备啊 又到了夏天的这个版本 说起来每次看到这个格式的版本标题 我总是会脑补可丽的声音 我要听 我也要听 我也要听 青夏 乐月 大蜜镜 这次的活动也可以说是可爱的爱丽丝妈妈送给可爱的小可丽的礼物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治愈 也非常非常可爱 希望大家也能享受到这个可爱的故事 喜欢这个可爱的版本 哟 花铃很会说嘛 其他人也不能输了气是哦 可恶 我想说的跟花铃一样 也一样 好 那么接下来我简单复读一下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可爱又治愈的版本 同时期待可爱又可靠的新海的登场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个 至于又可爱的版本 同时期待可爱又认真负责的优拉的登场 有人抄作业啊 所以老师到你了 你也要 差不多 我刚刚还在说别人是吧 好 该来的总会来嘛 很高兴这次能够受邀来到原神3.8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 给大家呈现这样一个特别的故事 凯亚在3.8版本也将会非常的活跃 那除了活动之外呢 还上线了邀约任务 希望并且欢迎大家在我的声音的演绎的陪伴之下 一起更多的来了解各种各样的凯亚 虽然说我个人是不怎么玩游戏的啊 不过呢在原神配音的过程当中 也了解了很多提瓦特发生的故事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个小世界的 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我们配音演员带来的演绎 也能够喜欢项目组的各位带来的这个小世界 谢谢大家 真是精彩的发言 我用力鼓掌啊 真是给力 你现学现卖是吧 孙悦老师好认真 我赞同孙悦老师说的 孙悦老师说的对 好感动啊大家好给面子啊 好了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 接下来的内容就请大家到游戏内去体验吧 再见 拜拜